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金融法规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节目 今天要来讲金融法规 首先要来介绍参与讲解的教授 再有右手方的这位是蔡教授 杜教授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这个几个主题 一个就是金融控股公司法规范之监督 第二项是讲金融控股公司法规范之 第三项是讲金融机构合并法 立法背景与重点 第一项是讲金融机构合并法 以上一个四项的主要探讨 其实我们谈谈有关主管机关 这个提财务报表交易资讯 及这个派检查之内容是什么 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个依照金融控股公司法第52条规定 为了确保金融控股公司 及主公司健全的经营 这个主管机关得 令金融控股公司及主公司 于其限内要提供相关的财务报表 交易资讯或其他有关资料 并得随时派援或委托适当的机构 检查金融控股公司 或其主公司之业务财务 及其他有关事项 主管机关以必要时 得指定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 为前项检查事项 并向主管机关据实提出报告 除其他法律另有规定外 所需费用 由金融控股公司来负责 其实我们要谈一谈 这个说明增资还有这个减资 还有这个消除股份之监督内容 我们请蔡教授帮我们说明一下 是的 我们在增资减资 以及消除股份监督内容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在金融控股公司法第53条当中 有所规范 有关于增资的部分 在金融控股公司法第53条当中 规范了金融控股公司的 银行子公司 保险子公司 或证券子公司 所受之增资处分 我们金融控股公司 应于持股比例范围内 为这些子公司来筹募资金 那金融控股公司如果累积亏损 达到实收资本额三分之一者 那应立即召开董事会 那并且呢 应通知监察人列席之后 将董事会所决议的事项 以及财务报表 还有亏损原因 及改善计划 那必须要含报主管机关 那金融控股公司呢 有我们刚刚谈到的 前项累积亏损的情形时 那主管机关呢 得限期令 这个金融控股公司 及其子公司 来补足这个资本 那有关于减资 以及消除股份的部分呢 金融控股公司 为办理前项的 补足资本相关事项 那因报经主管机关 核准者 得以含当年度亏损之累 及亏损 那于当年度中 办理减少资本 以及消除股份 并且呢 就所减资本额 办理现金增资 以补足所消除之股份 那以上呢 是金融控股公司法 第五十三条当中 对于增资减资 以及消除股份之监督内容 所做的一个规范 好 谢谢 蔡教授 有关这个 这个控股公司 主公司 还有保险主公司 还有证件主公司 他们有关筹筹资金的规范 应该是在这个 持股比例的范围之内 来筹筹资金 有相当规定 这个刚才 蔡教授讲得很清楚 就是一定要在这个比例之内 来证施 其实我们要谈谈 有关这个 金融控股公司 违反法令的时候 还有章程行为之纠正 主份如何 这个依照金融控股公司 公司法的第五十四条规定 这个违反法令 商城 或有爱健全经营之律的时候 主管机关 除了得以纠正 限期令期改善外 并得视群结的这个 轻重 为下列的规范 下列规定有几项 第一个就是说 撤销 法定会议之决议 这四项的主份 六项的主份就是 停止其主公司一部分 或全部的业务 第三项就是 令其解除经理人 或职员的职务 第三项是 解除董事监察人职务 或停止其一定期间内 执行职务 其次就是 令其主份 持有主公司的股份 再来就是 废职许可 第七就是 其他必要之处职 以前项的第四款 解除董事监察人的职务的时候 由主管机关通知经济部 绘制其董事或监察人之登记 以刚才讲的第一项的第六款 绘制许可时 主管机关 因令该金融控股公司 以一定期间内 处分其对银行保险公司 及证券商持有已发行 有表决权股份 或资本额 其直接间接选任 或指派之董事人 人数 自不符第四条 第一款规定 并令其不得再使用金融控股公司 之名称 及办理公司 并跟登记 为于其限内处分完成 则 因令其进行解散 及清算 其实我们要谈谈 有关金融控股公司 董事事业危机 及支公司健全经营之旅的内容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刚才已经讲到说 金融控股公司 投资事业危机 危机 以子公司健全经营之监督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请蔡教授帮我们说明一下 如果金融控股公司投资的试验 已经危害到子公司健全的经营 那可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那我们在金融控股公司法第55条当中 有对我们刚刚上述的情况 做了一个规范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金融控股公司法第55条当中规定 金融控股公司的投资事业 如有显著危机 银行子公司 保险子公司或是证券子公司 健全之余者 那主管机关呢 可以有以下的一些处置方式 第一个是得令金融控股公司呢 第一个是得令金融控股公司呢 于一定期间内处分所持有该投资事业的股份 或者呢令金融控股公司降低其对银行子公司 保险子公司或证券子公司 持有之以发行由表决权股份者 或是资本额以及直接间接选任或指派之董事人数 至不符合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 也就是说不符合控制性持股之规定 那并且准用前条第三项规定之办理 那以上是金融控股公司法在第五十五条当中 对于金融控股公司投资的事业 如果已经违及到了子公司健全支经营所做的一个规范 好 谢谢蔡教授的说明 这个金融控股公司啊 是投资事业 如果违这个显著的违及 违及到这个银行还有保险 还有这个证件等公司的之律的时候 我们主管机关得令金融控股公司 于一定期间内要处分所有该公司投资事业的股份等有关规定 其实我们在谈谈有关这个子公司营运恶化的时候 金融控股公司协助其恢复正常营运的一个义务是如何 这个金融控股公司府的第五十六条规定 这个金融控股公司之主公司 还有这个保险主公司证件公司 为达到主管机关规定之最低资本 失足性比例或发生业务或财务状况 选择恶化的时候 不能支付其债务或有损及存款人的利益的时候 我们这个金融控股公司应协助其恢复正常的一个营运 有一套困难我们来恢复一下帮忙他 银行的主公司这个保险公司还有证件公司 这个有前向的情况的时候 主管机关为确保公共利益 稳定金融市场的必要 得令金融控股公司履行前向之义务 也是要做这个事情 或一定期间内处分该金融控股公司 持有之其他投资事业一部分或全部分的股份 营业或资产所得的款项 应用以改善银行主公司 保险主公司 证件主公司 财务状况等 这个是有关恶化的时候 我们这个金融控股公司应该要怎么做 其实我们谈谈有关这个负责人或资源 有违背这个处罚 违背信用 背信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一个处罚 我们请这个蔡教授帮我们说明一下 如果金融控股公司的负责人或是职员 有背信之余 就是背信的情况的时候 那在我们金融控股公司法第57条当中 有对以上的情形做了一个规范 那在条文当中规范 金融控股公司之负责人或职员 如果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 或损害金融控股公司之利益 而违背其职务的行为 导致损害于公司财产或是其他利益者 那必须要加以处罚 那其处罚应该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一千万元以上 两亿元以下的罚金 那其犯罪所得呢 如果达新台币一亿元以上者 那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两千五百万元以上 五亿元以下的罚金 那如果金融控股公司的负责人 或是职员有两人以上 共同施行我们前项犯罪行为者 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所以这个处罚是 如果有共犯行为的话 这个处罚是非常重的 那第一项的未遂犯呢 也必须要加以处罚 好 谢谢蔡教授 这个说明有关这个负责人 资源有这个悲性的处罚 悲性的处罚 我们刚才听到了 非常的重 比如说你有关这个损害 这个公司财产其他的利益者 他是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还有病科一千万以上两年以下的罚金 再来你犯罪得到的钱越多的话 做越重 比如说你达到一亿以上的话 那就不十三年 就是七年以上的徒刑 这个罚金更高 所以两千五百万到五亿以上的罚金 这个五亿也是不是天文书字的 所以这个罚款那么高 就是我们作为资源的应该要锁罚 这是过去罚条没有那么重 最近几年才改的 所以我们特别提醒一下 其次我们再谈谈有关 这个金融控股公司 之银行主公司或保险主公司 如果违反规定 受信之处罚如何 这个受信就是贷款方面的 这个依照金融控股公司法的一个第58条的规定 这个金融控股公司之银行的主公司 保险公司等第44条各款所列之人 人为无担保受信 没有担保没有抵押品的 或这个为担保受信 而无实质的担保的 就是没有足够的 比如说你带一千万 你这个只有八百万 那就是不足够了 没有实质的一个担保 或其条件 又与其他同类的受信的对象 这样的话 对其行为负责人 要处三年以下有提出行 还有拘移或并科新台币500万元以上 2500万元以下的发金 金融控股公司之银行主公司或保险公司 证件公司等 这个在第44条各款所列之办以担保受信 这个达主管机关规定金额以上 未经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会出席 出席董事的四分之三以上的同意 这个后违反这个主管机关所定的 所受的一个限额 受信总预额之规定者 其行为负责人 这个处新台币200万以上 一千万以下的罚款 这是以上有关这个违反的规定的一个内容 我们休息一下 其实我们在谈谈 有关负责人或职员违反规定 收受用金 酬金之处罚内容如何 我们请蔡教授帮我们说明一下 我们在金融控股公司的负责人 或是职员违反规定 收受佣金及酬金的处罚 其条文是规范在 金融控股公司法第61条当中 那条文当中规定 金融控股公司之负责人或职员 于主管机关 一金融控股公司法第52条规定 要求其于期限内 要据实提供相关的财务报表 交易资讯或其他有关的资料 并且派员或委托适当机构 或指定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 检查金融控股公司或其子公司的业务 财务以及有关的事项 那如果有下列四种情形之一者呢 处新台币200万元以上 1000万元以下的罚还 那第一种情形是 拒绝检查或拒绝开启金库 或其他的这些库房 那必须要做处罚 那第二种是隐匿或损坏有关业务 或财务状况之账册文件 就是有损坏账册文件的情况 那也要加以处罚 那第三种是对于检查人员询问 无正当理由不为答复或答复不实者 那第四种需要处罚的情况是 借其未提报主管机关指定之财务报表 交易资讯或其他有关资料 或是提报不实不全 或未于规定期限内缴纳检查费用 那有以上四种情形之一者 依照金融控股公司法第61条的规定 必须要处新台币200万元以上 1000万元以下的罚还 好 谢谢蔡教授 有关这个负责人或职员违反 这个规定收入用金 筹金的处罚的相关规定 讲得很详细 这里一共列了有四条 不再重复 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 其实我们再谈谈 我国金融机构为何需要合并 这个我们都晓得 我们这个台湾的金融机构 规模很小 太小了 然后这个为了提高这个竞争力 所以我们这个一定要把它合并 才有办法跟国际上来竞争 这个是主要的 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参加WPO以后 这个开放外国进口 这个外国的力量 他们的资金过方面比我们多 所以我们这样的话就跟他们 没有办法相抗衡 所以由于这样的一个外来的一个竞争 所以我们这个很小的一个单位 这个资金太小 没有办法跟这个外国资金到来竞争 资金小 人才比较少 然后这个成本又高 所以变成说我们一定要把它这个合并起来 把我们的资金弄大一点 我才有办法跟外国抗衡 这是我们要了解 这个资金小的话 当然各方面的这个就会比较出亏 这个所以有时候你资金小 有看到碰到这个进去不进去的话 有时候会碰到一个面临这个倒闭来击退 来兑现就是大家领钱 有这种情况出现 因为资金不过总是会碰到的 这个危机的话比较多 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 我们的资金弄大一点 我们银行就比较健全 跟外国财富刚刚来抗衡 因为我们的资金一般都100亿 一般的更小的金融机会几十亿 外国一动动都几兆了 几兆的这个资金 所以我们才有必要把它合并起来 这是一定的 这个我们这个金融自由化 国际化也好 外国资金进来的话 外国银行进来 我们一定要扩充我们的资金大一点 才有办法跟人家抗衡 这是这一张的 这一条的简单的说明 其实我们要谈一谈 我们必须如何解决不良金融机构 勾结黑金 财务恶化的一个问题 怎么样来解决 我们请蔡教授帮我们说明一下 长久以来 国内许多金融机构 可能有勾结黑金 或是掏空公司资产 以致发生挤兑的情况 那面对这种情况 最根本的方法 就是我们应该从制度面 来解决 那解决方法之一 就是我们进行 金融机构组织的整顿 那透过金融机构 合并的立法 那我们进行自愿性 以及非自愿性的一个合并 那以去除去无存经 让这个金融机构 金融体系可以更加的健全 有关这个解决不良的金融机构 勾结黑金财务恶化的问题 刚才我们蔡教授已经说了很详细 这个其次我们再谈谈有关这个 提供金融机构合并的经济诱因 为什么会合并 有什么诱因来做它 其对象是怎么样 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稍微详细讲一下 第一 提供金融机构合并的一个经济诱因 有两项 这个根据金融合并法第十七条的一个规范 就说不动产 因登记之动产其各项担保物资变更登记 得凭主管机关证明 进行办理免交登记会 免交登记会就是诱因了 第二 合并支金融机构得享有印花税免税 这个也是诱因 土地增值税细存商议分五年摊销 五年摊销也算诱因之一 合并费用十年摊销等租税的一个优惠 这个十年摊还也是一个等于分期付款 然后再看第二大项 扩大金融机构合并的一个对象 我国相关金融法规将金融业区分为 有商业银行 专业银行 信托银行 票券公司 证件公司 信托投资公司 证件公司 期货公司 保险公司等十多种 各种金融机构各有专业领域 与这个管理法令 市场区隔僵化 结果造成业务范围过载 所以规模太小 其风险过于其中之后的一阵 金融机构合并 划则将金融机构区分为 银行业 证件业 期货业 保险业 信托业 这个可变利同类金融机构合并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有关这个合并的一个内容 其实我们来谈谈有关金融机构合并法 之目的是什么 我们请蔡教授帮我们说明一下 金融机构合并法立法的目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金融机构合并法 第一条开宗明义当中 已经明文的规范了 那条文是为了要规范金融机构的合并 并且扩大金融机构经济规模 以及经济范畴与提升整体的经营效率 以及为了要维护适当的一个竞争环境 那特别制定了金融机构合并法 那在有关于合并适用的法令方面 金融机构的合并呢 必须要依照金融机构合并法的规范来办理 那如果非属于公司组织金融机构的一个合并 那除了依照金融机构合并法的规范之外 并且准用公司法有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合并的相关规定 好 谢谢刚才蔡教授有关这个合并经济诱因等的一个说明 其次我们再谈谈有关这个金融机构合并法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立法的目的是规范金融机构之合并 扩大金融机构经济规模 经济范畴与这个提升经济效率 及维护适当的竞争环境特制定本法 这个它的制定的目的有这几项 其这个合并的适用法律有哪些法令 这个法令呢 这个以本法所规定这个合并的一个状况 会属公司组织金融机构之合并 除以本法规定外 并准用公司法有关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个合并的规定 以这些条文 这个行囊业务仪银行法及这个存款保险条例规定 这个由辅导人监察人接管人或清理人为合并者 其合并之程序优先适用银行法 存款保险条例及其这个相关之这个规定 本法未规定则这个以其他法令规定来办理 其他有关法令未规定则由主管机关令定之 因为今天时间已经到了 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